一周一书 永不忽书 请给我15分钟 看我为你精读这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跟三个活用观念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嗨 各位网友 大家晚安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19年读诗B计划 第29次的播出 上个礼拜我们顺利播出后 有一位热心的网友跟我们分享 他对上个礼拜的内容 有一个我们论到 一的威力这样的一个topic 他我们挤的例子是亚历山大的故事 他觉得非常的受用 他依稀还记得亚历山大问他的老师 亚历斯多德说 一到底有多大 那个亚历斯多德回答得很妙 他就说一就是一 不过如果这个一指的是领导人的话 他可能就无穷大 哇 这句话给我们很相当的启示 这个一如果是一个领导人的话 那个影响可是相当深沿的 那这一位网友还提出来 我觉得他可能保读寺是对历史可能也相当的有兴趣 他也挤例子说好像刘邦跟韩信的对话 好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刘邦曾经问韩信说你到底可以带多少兵 那韩信回答说多多益善 哇 所以这个是相同类似的这样一个典故 非常让我们印象深刻 那其实这一些典故都是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在讨论这本书把一招念成截招的时候 所引发出来的这个回响 我很高兴这位网友提出来跟我们分享 并且补充了他对这个刘邦跟韩信的故事 谢谢这位网友 那上个礼拜这本书我记得最后的一句话 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无道一以贯之 所以我开玩笑说这个是心一贯道的信徒 道一以贯之 好 那这个礼拜我为各位精简的这一本 谢谢您 迟到了 这个书你看起来还蛮特别的 那这个是有一个护标 他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在加速的时代的环荣之意 那这个只要是谈这个在加速时代 怎么样去能够繁荣过来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作者提出来 从那个IBM的所谓超级电脑华生谈起 他说在2011年2月14号 这一个诞生的一颗超新星 也就是IBM的超级电脑Watson在美国最长寿的 所谓的意志问答节目 Jephty这个危险边缘 他彻彻底底把人类的金头脑打趴了 所以这个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份资料 2019年6月公布的这个全球500大超级电脑的排行榜中 我们发现中国竟然有219台 而美国只有116台 所以在超级电脑这一方面 中国有相当突出的这个表现 所以那再加上美国最近对华为公司在5G的专利钱跟订单数方面 都演超过美国而耿耿以怀 甚至呼吁这个世界各个国家都一起大家来抵制华为 禁用华为的这个产品 那颇有当年所谓的星巴古年金的这样一个味道 那我记得其实这一本书是鼎鼎有名的作者Thomas Friedman 所写的 那我们查Thomas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话 他其实也曾经告诉过我们说世界是平的 或者是世界又热又平又急 然后世界是快的 假设这本书这样的一个形容的话 那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再加上一句 世界是多变的 如果说看了超级电脑中国大陆的表现 跟华为公司的这样在5G上的一个企图的话 那不得不说世界是多变的 要非常相当的注意 OK 好 那这个书的作者Thomas Friedman 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曾经得过三座普利兹得主 那他在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 听说可能同步在全球超过700多个媒体上刊登 可见他影响力是很大 那我们查他过去的制作 有世界是平的 这是他最知名的代表作 然后世界又热又平又急 我们刚刚稍息有谈过 我们曾经辉煌过等等 这些都只要他这个Friedman出品必属畅销书 那这一本谢谢你迟到了这一本 据说是Friedman的第七本书 也是目前为止最具有报复的一本书 那他主持由于科技呈现主事型的发展 所以世界已经近日一个快到令人目现神耀的一个地步 他认为当今世界的映作 受到地球上有三股力量的牵引 正在快速重塑现代的世界 改变地球的面貌中 这个是正在进行式 所以看了这本书之后 大概我点出有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重点 第一个也就是在科技方面 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鼎鼎有名的摩尔定律 那摩尔是在1965年提出这样的说法 辨子原件亦做亦小亦精 每一年可塞进的原件数量 大概是前一年的两倍 这一种趋势至少可以持续十年 各位请记住 这个是他在1965年说的 其实就是寄精已经有54年了 那他在十年后的1975年 把这个描述在修得更精简 所谓的晶片原件数量 每一年会每两年会倍增 而效能也会倍增 但是价格为此不变 那令人钦佩的是 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摩尔定律到目前为止 依旧成立目前是2019年 然后他是1965年提出来 也就是经过54年的考验 摩尔定律还是成立的 那科学界的人主持 晶片 记忆单位 网路系统 应用软体跟感受器 这五大元素所构成的电脑 会促成云端科技的诞生 意思就是说把人类都送到云端上去 所以所谓的cloud computing 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所以这个是摩尔定律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市场 有关市场方面的是数位的全球化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有志之士 用智慧型手机下载了 Pelisco这样的一个软体 就可以马上开直播 那直播的意思就是 透过别人的视野来看世界 然后即使互动 建立同理心 呈现事实 因此这个现象其实就是 所谓的数位汇流 它让市场成为数位全球化 这样的一个趋势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Facebook的友谊流 Amazon的所谓的电子商务流 PayPal的支付流 教育流 资讯流 或者Netflix的影音串流 还有工具流等等这一些 看看这一些流动 如何移转知识 能力跟财户 让穷人中最穷的人 可能就是最后一个人 也能够受益 所以这个是 市场方面有关 数月全球化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重点 第三个学习重点是 Mother Nature 就是所谓的大自然 当然这是应该是谈到 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有一句理语是这样子说的 上帝永远宽恕 人常宽恕 大自然从不宽恕 所以在这本书 这边所指的大自然 当然是指所谓的气候变迁 或者是人口成长 或者是生物多样性的 消失等等这一类的现象 我们都可以称作是大自然 那21世纪 端看人类能否处理这些问题 而安然度过 那气候变迁 真实存在于升高的海平面 沙漠化的土地 跟冬天热的像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其实都已经活生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OK 所以为什么温室效应 能够让海平面慢慢升高 温度越来越高 这个让人不得不担心 以上这三个学习点的话 希望能够让各位对这本书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我仔细把这本书研究之后 发现他是2017年一月出版 现在是2019年六月 所以大概两年多 应该还算是一本新书 那他护标 刚刚有稍息介绍过 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个就是Fritman他自称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在加速 他认为现在实在是在加速的时代 怎么样去创造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概 那Fritman专门专注在主导未来40年的重大趋势跟议题 可是他聚焦讨论在五大领域 比如说是政治 地言政治 职场 伦理跟社区等等 这五大场域的这样一个变化 他当然最大的期望是希望 让大家都能够安度这一个转变的过程 然后展现出更傲人的生产力 那我仔细替大家把这一本书读了之后 发现有三个观念可以活用 第一个就是反思加速 反思加速 其实是两个概念 那作者主持我们人类生活在线性世界中 它所谓的线性是指距离时间跟速度 这个都是承足线的进行 但是今天的科技发展却是呈现 只是形的起线的成长 所以这个两个方式 是有一个是直线进行一个是起线成长 是不太一样的 那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一直处在不断加速的状态中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些pose 就是暂停反思 反思或逆向思考 然后绝对不要恐慌 也不要退缩 所以作者感慨从陀螺般不断旋转加速的人生中 暂停下来反思一下 可能是一项美德 OK 所以这个是活用这样的一个观念 是可以的 反思跟加速 第二个活用观念是创新跟定锚 那加世时代的组织跟个人 要加快重新定义自己 然后用想象力跟创造力 来弥补因家属所产生的鸿沟 所以因此有识之识 把AI变成IA 这边的A是有三个角色 assistance 跟所谓的演算法 那透过可汗血液来提高视制力 偶尔暂停脚步 努力去寻找新的定锚 跟重新启航的地方 即使稍有延迟也不用担心 OK 那第三个活用观念 就是终身学习的观念 所以教育 工作 终身学习 已经是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企业 那Fritman指示这个机器人 不会抢走所有的工作 那科技加速 甚至可能可以创造更多的新职切 所以他为什么会自称乐观主义者就是这样的地方 那他建议个人透过终身学习 Live long learning 跟技能成长 Skill growth 可以追求到任何的梦想 那这一代能比上一代好 下一代又能比这一代好 OK 所以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 那Fritman还在一句话表达之前 还特别苦口薄心的认为一个年轻人要更多的三R 这个三个R就是Reading Writing 跟Arithmetic 就是算术 四个C就是要有创造力 协作 沟通 跟写程式 来争取新的工作 所以在紧绷的加速过程中 你不妨喘口气 然后潇洒的说 谢谢你 迟到了 OK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内容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最后总结一句话 就是潇洒的说 谢谢你 迟到了 让我有喘口气的机会 OK 下个礼拜我们会为各位介绍这一本 新知识生产书 下礼拜一晚上八点同一时间再见 OK 有输有赢 无言无悔 再见 拜拜